我们港的房子首付只要30万了 看一下排队的人 三个月前深圳打出买房头期款 人民币30万 大约台币135万 吸引不少人看房 深圳这个楼盘放大招 直接给你减免60万的首付 一样是打着优惠旗号 原本人民币90万的头期款 直接减免掉60万 近期大陆房市频频出招 甚至出现不用付头期款 还送装潢费 但不少人提醒羊毛出在羊身上 这只是开发商或仲介的行销手法 据理来说 假设房产价格是人民币520万 仲介声称银行贷款可达到570万 等于多出了50万可用来装潢 但按房贷七成来看 房子合约价应该是人民币814万 如果操作失控卖方 反而可以要求买方必须支付814万 而不是房价的520万 产生阴阳合同 为了让房子卖出去 卖家急着找买家 但万一之后贷款找不出来 衍生的问题将更严重 买家只不过把首付款 腾挪到了房贷里面去了 虽然就无形中增加了月供的压力 如果买家的收入 无法覆盖后面的月供 那么就会面临断供的风险 无论是免投期 低投期或是复投期款 显示中国大陆房市低迷 北京攀家园的红扇家园 中国一口气降了人民币20万 价格还可以再商量 只求一卖 不少人认为 这可能只是单一个案 但中国大陆4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和3月相比呈现负成长 包含食品化妆品汽车 都减少10%以上 加上房地产又出现了促销乱象 中国大陆的经济复苏 有点乏力 东西闻大陆中心 造不倒 都减少1%以上 都减少1%以上 小偶下 都减少2%以上